十二个最宝贵的人生经验 我七岁大的孙子就睡在我隔壁的房间 他常常在清晨醒来 然后说 你知道今天也许会是最棒的一天 也有的时候 在午夜时分 他会怯生生地问我 奶奶你也会生病和死亡吗 我想 我和大多数 我认识的人 可能都是这样 我们同时拥有着乐观与恐惧的情绪 所以在我61岁生日的前几天 我坐下来 决定把我确信的一切都列出来 流行文化中的真理太少了 能看清一些事实是有益的 比方说 我已经不再是47岁了 虽然我依然觉得自己才47岁 我也希望自己一直是 47岁 我的朋友保罗 在他80岁将至时曾说 他觉得自己是个身体出了点故障的年轻人 真正的我们不因时间和空间而改变 但是当我看到那些文书 事实上 我能认识到自己是1954年出生的 我的内在不因时间和空间而改变 他没有年龄 我存在于我所活过的每一个年龄 你也一样 虽然我不得不提一句 如果我当时没有遵循60年代那一套护肤理论 可能会对我大有好处 那会建议你尽可能多晒太阳 并涂抹厚厚的婴儿油 然后拿稀薄反光板来吸收更多阳光 不过 面对现实也是一种解脱 我再也不用在中年之际做最后的挣扎 我也决定写下我所知道的每一件真相 近来 人们感到非常绝望和茫然 他们不断问我什么是真的 所以我希望这些我确信的事情 可以向那些不知所措 或陷入困境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指引 第一 第一个也是最真实的事情就是 所有真相都是有对立面的 生命是精美绝伦的无价之宝 同时从另一方面看 它又是完全相反的 这对我们这些天生敏感的人来说 真是不相匹配啊 人生如此艰辛 以至于有时候我们怀疑自己是不是被耍了 生命同时充满了令人心碎的甜蜜和美丽 令人绝望的贫困 以及洪水 婴儿 粉刺和莫扎特 全都缠绕在一起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体系 第二 如果你把插头拔掉几分钟 几乎所有事情都能恢复运转 你们也是 第三 几乎不存在什么外在的力量 可以长久地帮助你自己 除非你在等器官移植 你无法买到或获取心灵的安宁 这是最可怕的事实 我非常憎恨它 但这是一项自身的工作 我们无法为世上最爱的人 去安排一份宁静或持续的改善 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的路 和自己的答案 你不能在孩子成为英雄的征程中 替他们挡风遮雨 你必须给他们自由 不这么做就是不尊重他们 更何况当别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的帮助常常没什么用 往往还是有害的 所谓帮助就是控制的包一词 别老是帮忙啦 别再老是施以你的元首和友善 这也牵引出第四条 每个都是糟糕的 破碎的 依赖的 胆小的 甚至有的人同时拥有这些负面情绪 要相信他们 其实和你差不多 所以不要拿自己的内在 与别人的外表比较 这只会让你感到雪上家乡 同时 你无法拯救他们 或是让他们认清事实 三十年前帮助我变得清醒的 是我行为和思想带来的巨大灾难 当时我请求一些理智的朋友帮我 我也求助于更强大的力量 上帝一词 可以看作是绝望中的礼物的缩写 GOD 两者拼写的首字母相同 或者像一个清醒的朋友说的 到头来 我堕落的速度比我 降低底线的速度还要快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上帝的意思是 我已经没什么好主意了 当修复 挽救 和拯救 都变成徒劳 积极的自我保护就是量子 这种力量 被你激发后 飘散在空气中 就像新鲜空气一样 这是给世界的一份大礼 当人们回应说 好吧 它是不是太自我了 只要像蒙娜丽莎一样 微微一笑 然后给彼此都倒杯好茶就好 能包容一个人的憨傻 自我忠心 暴躁 讨厌的是家 家是让世界和平开始的地方 第五 可可含量75%的巧克力 不可以称作是食物 它的最佳用途是作为舌线井里的诱饵 或者用来垫椅子腿来防止晃动 它从未被认为是可以实用的 第六写作 你认识的每一个作家 初稿写的都很糟糕 但他们会坚持盯坐在椅子上 这就是生活的秘密 这也许就是你们之间的主要区别 他们想做就去做了 他们在做之前就预先准备好了 他们把这当作一种义务 他们讲述自己曾经历过的故事 一天一点 一点一点地讲出来 在我哥哥上四年级的时候 有次有一篇关于鸟类的学期论文 第二天就要教 然而他还没有开始写 于是我爸爸在他身旁坐下来 拿着一本Oderbaum的书 一些纸张 铅笔和两脚钉 知道两脚钉的都不再年轻了吧 然后他对我哥哥说 一只鸟一只鸟的写 孩子 先读一些 关于啼壶的东西 然后用你自己的理解 把啼壶的知识写下来 接着找到山雀 然后用你自己的理解 告诉我们山雀的知识 再然后是 所以写作最重要的两点 一只鸟一只鸟的写 和惨不忍睹的出稿 如果你不知道从哪开始 记得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他们每件都属于你 你就直接说出来 如果人们希望你把他们写得更温和一些 那他们应该表现得更好 也许某天你清醒了 会觉得糟糕透了 因为你发现 你从来没写过那些 一直牵扯着你的内心的东西 比如你的故事 回忆 幻想 与歌曲你的真实 你对事物的看法 以用你自己的声音 那些都是你必须要带给我们的东西 也是你生命的意义 第七 你必须要从出版发行 和短暂创造出的成就中 恢复过来 这些名利杀死了迷失其中的人 他们会以你无法想象的方式 伤害你 改变你 我所认识的 罪堕落和邪恶的人 是一些出版国超级畅销书的男作家 这又说回第一点 所有事都是有对立面的 把你的作品出版 当然也是一个奇迹 可以让你的故事被世人阅读和听闻 但要努力让自己从出版发行的幻想中抽身 你以为出版发行可以治愈你 可以填满你内心 一个个如同瑞士干涝的洞 它不能 它也不会 但是写作本身可以 在合唱团或兰草乐队 乡村音乐 唱歌也可以 在社区做壁画或官鸟也可以 或者养一条其他人都不想养的老狗 也可以治愈你 第八 家庭 无论家人有多么珍贵和精彩 家庭生活都是难 难 难 参见第一条 如果在家庭聚会上 你突然很想杀人或自杀记住 在所有情况下 我们每一个人的孕育和诞生 都是一个奇迹 地球是一个教会我们宽恕的学校 从原谅自己开始 你最好从坐在餐桌前开始 这样 你还能穿着舒服的裤子来做这件事 当William Blake说 我们在这世上 是要学会承受爱的光芒 他想说 你的家人会成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即使你要为了你可爱的人生尖叫奔跑 但我保证 你能行 你能做到 灰姑娘 你能做到 然后你会感到大为惊奇 第九 食物 试着吃得更好一些 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 第十恩泽 恩泽是精神上的 WD40 一种除袖韧剂 或者是游泳圈 恩泽的神秘之处在于 上帝爱Henry Kissinger 和Fladimir Putin 也爱我 就像他或他 也爱你们刚出生的小孙子 想想看吧 是恩泽改变了我们 治愈了我们 他也治愈了我们的世界 想要受到恩泽 就说救命 然后系好安全带 恩泽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 但他不会将你一气那里 遗憾的是 恩泽不会像鬼马小精灵一样 但是电话会响的 邮件会来的 尽管困难重重 你会得到属于你自己的幽默感 笑声真的是含着二氧化碳的圣洁 它帮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呼吸 让我们回归最真的自我 这也带给我们对生活和彼此的信心 记住 恩泽总是与我们相伴 十一 上帝就是善良 他真的不那么可怕 他意味着神圣或是慈爱的 朝气蓬勃的智慧 就像我们从伟大的Deteriorator中知道的 宇宙中的松柄 此处指一首被恶搞的诗词 里面说到 上帝是宇宙中的松柄 上帝的美名是 不是我 Emerson曾说 地球上最幸福的人 是那个从自然中学会了尊敬的人 所以到外面去走走 抬头看看 我的牧师说 你可以将蜜蜂困在 无盖玻璃瓶的底部 因为他们不会抬头看 所以他们只会四处碰壁 走出去 抬头看看 这是生活的秘密 最后 死亡 第十二 哇 天哪 有时候至亲的人死去 真的难以承受 你永远无法从悲痛中平复 无论老话怎么说 你不应该如此 我们基督徒喜欢把死亡 想象成只是更换了住址 但无论如何 如果你不把心门封锁 这个人就还将活在你的心中 就像Lenard Cohen说的 万物皆有裂痕 那将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那也将会是我们感到 重获新生的地方 而且 有些人会让你再不适宜的时候 开怀大笑 那是个超赞的好消息 但他们的缺席 也将是你一生的思乡之梦 悲伤和朋友 时间和眼泪 会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你 眼泪将沐浴 洗礼 和滋润你 以及你一路走来的土地 你知道 上帝对摩西说的第一件事吗 他说 脱下你的鞋子 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 事实都是相反的 很难相信 但这是我所知道的 最真实的事情 当你再年长一点 像我这般 你会意识到 死亡和出生一样神圣 也别担心 继续你的生活 只要你需要与周围的亲人 一起面对死亡 那么 死亡将会是简单而温柔的 你不会孤单的 不论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他们都会帮你一同度过 正如Ram Dass所说 说到底 我们只是互相把对方送回家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但如果我想到别的东西 我会告诉你们的 谢谢 能被邀请到这里 我很惊喜 因为这儿不是我的领域 技术 设计或娱乐 TED的核心主题 我的意思是 我更擅长谈论信仰和写作 以及相互协作之类的话题 所以我很惊讶 但是当他们告诉我 可以做个演讲 我说我很愿意 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记住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件事 都是你的 你得把它说出来 Anne Lamart当今的美国人们 都很害怕 觉得自己真的完蛋了 我只是想帮助人们获得幽默感 明白这不是一个多大的问题 如果你采取行动 采取一个真正明智 友好善意的行动 你就会感觉到 有爱和友好 一切只需十分钟的专注 我们生活在一个 异常纷杂的世界 生活的步调 时常快得疯狂 我们的头脑 心灵一直忙碌运转着 而我们每时每刻 都在做着事情 记住这点的同时 我希望你们 能拿出一小会儿时间 来想想 上一次自己什么都不做 是什么时候 仅仅十分钟 毫无干扰的 当我说什么都不做 就是什么都不做 没有电子邮件 短信 没有互联网 没有电视 聊天 食物 阅读 甚至不包括坐着回想过去 或者思考将来 只是什么都不做 我看到你们中很多茫然的脸 我的想法是 你们很可能要往后退很大一步 而这是一件很离奇的事情 对吧 我们说的是 我们的大脑 心灵 大脑 心灵 对我们来说最珍贵的东西 我们通过它来体验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 圈吉他 心灵 我们作为一个个体 能感到幸福 满足 情感稳定 同时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 变得善良与体贴 靠着这个大脑 心灵 我们能够专注 有创意 自觉 并在我们做的所有事情中 发挥自己的才能 然而 我们没有花哪怕一点时间来关心它 事实上 相较而言 我们更关心自己的汽车衣服和头发的时间 都要更多 好吧 也许不包括我们的头发 但你们懂我想要说的 面结果 当然是我们感到压力 你们知道的 大脑 心灵 总是像一台洗衣机般 嗖嗖运转 反反复复 许多复杂 令人困惑的感情 而我们却不真的知道怎么来应对 可悲的事实是 我们如此分心 以至于我们不再处在自己当下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们错过了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 而疯狂的是 每个人都只是以为 哦 这就是生活 我们不得不这么过 但生活真的不必须成为这样子 当我去上我第一节冥想课的时候 我只有11岁 相信我 课里有所有你能想到的 关于冥想的成见 盘腿坐在地板上 坟齐 药茶 速食王毅者 全部东西 但我妈妈当时参加了 而我也感兴趣 所以我跟她一起去了 我还看了几部功夫电影 私下里 我想我或许能学会怎么飞起来 但我那时实在非常年轻 我想 当我在那里的时候 像很多人一样 我假定 那只是一刻给大脑 心灵 的阿斯匹灵 当感到压力的时候 你就冥想 我不曾真的考虑 那本质上会是一种阻碍 直到替我大约20岁 一些事情在我的人生中接连的发生 那是一些把我的生活整个颠倒的事情 而突然之间 我被各种思绪淹没了 淹没在我不知道如何应付的复杂感情里 每当我快要解决其中一个的时候 另一个会又一次地冒出来 那真的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时间 我想我们应对压力都有不同的方式 有些人会把自己埋头到工作中 用以分心不去想 另一些人则会从朋友和家庭中寻求帮助 还有些人酗酒或开始使用药品 我自己当时的方式则是成为一名僧侣 因此我退了学 去了喜马拉雅山 我成为了一名僧侣 并开始学习冥想 人们常会问我从这段经历里学到了什么 很显然它改变了很多事情 面对这个事实 成为一名修行禁欲的驾驢能够改变 但不仅如此 这个经历还教会我 使得我更能感悟 对于现在这个时刻的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指的是 不迷失于思绪中 不被分心 不被各种复杂的感情弄得不知所措 相反的 我学会了如何感悟此地与此时 如何变得专心 如何活在现在 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刻是被严重低估了 它听起来如此平常 所以我们只花那么少时间来对待现在 但是这个词绝对不平凡 就在最近 哈佛有一个调查的结果显示 我们的大脑 心灵 平均有将近47%的时间 是迷失在各种思绪中 47% 同时 这种持续的大脑 心灵 徘徊也是导致人类不幸福的直接原因 虽然不管怎样 我们不会在此地待多长时间 但耗费大半人生迷失在思考中 并因此可能变得非常不幸福 我不知道 这真的听起来太可悲了 尤其是当我们能有所为 改变这个现状的时候 当有一种积极的 实际的 能做到 而且经过科学验证的技巧存在 它可以让我们的大脑 变得更加健康 更加专注 并且更少分神 它的妙处在于 这只需要每天十分钟 它可以对我们的整个人生 造成巨大的影响 但我们需要知道怎么做到 我们需要一些练习 我们需要一个架构 来学习如何变得专注 这就是冥想的本质 它使我们熟悉现在 但我们也需要知道 如何做到用正确的方法来从中获得最多益处 而这就是冥想的作用 以防你们可能有点迷惑 因为大多数人觉得冥想是关于停止思考 摆脱感情 以某种方式控制大脑 心灵 但实际上 冥想不是这样的 它更多的是后退一步 看清自己的思绪 看见思绪来来去去 看见感情来来去去 不加辨别 但以一种放松而专注的状态 打个比方 现在 如果我太集中于这些球 那么我就无法能够放松 并同时与你们说话 同样的 如果我太过于放松地跟你们说话 那我将无法专注在球上 我将会把球掉到地上 而在生活里 在冥想中 有些时候 专注变得有点过于紧张 而生活开始变得有点像这样 当你变得这样紧张 你将活得非常难受 在其他时候 我们或许会把脚放得离油门 有点过远 过于放松 而这将变得像这样 而在冥想中一 憨声 我们最后就会睡着 因此我们要寻找一个平衡点 一种专注的放松 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能让思绪自由来去 远离尘世的烦扰 现在 当我们学会专注 通常会发生旧事 是我们被一个想法打扰 比如说 这是一个焦虑的思绪 比如 所以事情都一切顺利 然后我们发现了焦急的思绪 他就想 哦 我居然没意识到我的烦恼 你关注他 并且重复他 哦 我很担心 哦 我真的很担心 哇 有这么多的焦虑 和之前我们意识到他相比 对吧 我们为焦虑的感觉而焦虑 你知道 这很不正常 我们总是在想这些 甚至在日常生活的状态下 如果你想想最后一次 我不知道 你有一颗松动的牙 你知道 它是一颗松动的牙 并且你知道它很痛 但你每二十 三十秒就关注它一下吗 真的很痛 我们家训了痛苦 对吧 我们只不断告诉自己 我们总是这样 只有学会 以随其自然方式处理思维 心灵 学习 让这些事情和思维模式来去自如 但当你做下来 以这种方式有思维 心 您可能会看到许多不同的模式 您可能会发现 是真的不安分的心 所有时刻 不要感到惊讶 如果你觉得你有点焦虑 当你坐下来 什么也不做 感觉就像 你的头脑焦虑 您可能会发现 是很枯燥 和无聊的头脑 心灵 它只是几乎机械车赋 这好像你起床 去工作 吃饭 睡觉 起床 工作 或者 它可能只是一个微小 挥之不去的思绪 不停地在你头脑中转 嗯 无论它是什么 冥想提供了一个机会 提供了退一步的潜力 获得看事物的不同角度 看到事情不总是 它们外在表象的那样 我们不能改变 每一件生活中 发生在我们身上小事 但我们可以改变 我们感受它的方式 这就是冥想 专注力的潜力 你不需要烧香 你不一定要坐在地板上 您需要做的一切 就是每天花十分钟 思绪中退一步 熟悉自己所处的 现在这样 你可以在生活里 体验更多的专注 平静和清澈 要始终相信 越努力越幸运 我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 观察是什么 使有些人比他人更幸运 并试图帮助人们提升运气 我教授创业学 大家都知道 多数 新企业均以失败告终 创新者和企业家 需要所有可以得到的运气 那么 运气是什么呢 运气 被定义为 显然有偶然原因导致的成功或失败 显然 是其中的关键词 看起来运气具有偶然性 是因为我们极少看到所有的 因素同时作用而产生好运 但通过长期的观察 我发现 运气很少像闪电那样 孤立而戏剧性地降临 它更像风 不断地吹 有时静止不动 有时 则阵阵袭来 有时 它会从你根本想不到的方向吹来 那么 如何捕捉幸运之风呢 做起来很简单 结并非人人知晓其中的奥妙 所以 我要分享三件 你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去创建一面风帆 以捕捉幸运之风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改变你与自己的关系 去承担小小的风险 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这是我们而时常做的事 如果要学走路 学说话 学骑自行车 甚至量子力学 就必须走出舒适区 我们必须经历 这周还不会骑自行车呢 下周就会骑的过程 这需要我们走出舒适区 并承担一些风险 问题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就很少这样做了 我们变得喜欢顾不自封 不再拓展自己的能力 对于我的学生 我花了很多时间鼓励他们 走出舒适区 并承担一些风险 我怎么做的呢 我先让他们填写风险承受表 这其实就是 我们在课堂开展的 一项有趣的活动 让他们标出愿意承担的风险 他们很快就会明白 承担风险可不是非零集一那么简单 有智力风险 物理风险 金融风险 情感风险 社会风险 道德风险 和政治风险 一旦确定自己肯承担的风险后 他们会将风险表 与他人的比较 然后很快就意识到 大家的风险表 竟然截然不同 然后我鼓励他们挑战一下 承担一些风险 使自己走出舒适区 比如 我可能会要求他们 冒一下智力风险 设法解决一个 他们以前从没尝试过的问题 或社会风险 在火车上 与邻座的旅客交谈 或者是情绪上的风险 比如告诉真正在乎的人 自己对他们的感受 我自己一直这样做 大约12年前 我在很早的一班 去往厄瓜多尔的飞机上 通常情况下 我会戴上耳机 先睡一觉 睡醒再工作一会儿 但我决定冒点风险 我开始和旁边的人聊天 我介绍了自己 随后得知 他是一个出版商 还真是巧啊 由此 我们有了一段精彩的谈话 我了解到了出版业的未来 因此 当飞行旅程 进行到大约四分之三时 我决定再冒一次险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 和他分享我整理的 一本书的提案 这些东西 是我上课使用的 他很有礼貌 读完以后 他说 知道吗 蒂娜 我们这样做不太合适 但是 很感谢你的分享 这次冒险没有成功 不过没关系 我关上了笔记本电脑 在飞行结束时 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 几个月后 我又联系他 说 马克 你愿意来我的课堂吗 我在做一个 有关重塑书本的项目 有关出版业的未来 他说 好极了 我很乐意去 所以他来到我的课堂 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几个月后 我又写信给他 这次我发给他一组视频剪辑 这些剪辑来自学生们做的另一个项目 学生们做的项目中 有一个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他认为可以出一本相关的书 而且他想面见那些学生 实话说 我有点小小的受伤 我是说 他想和我的学生们出版一本书 而不是和我 不过 没啥大不了 因此我邀请他过来 他和同事们来到斯坦福 和同学们见了面 随后 我们共进了午餐 他的一位编辑问我 嘿 你有没有想过 要写一本书啊 我说 你问的真巧 于是我拿出一本书的提案给他 就是一年前给他老板看的那本 两周内 我们就签了合同 两年内 这本书在全球销售了超过一百万本 现在你可能会说 哦 你太幸运了 当然 我是幸运的呀 但幸运来自 我承担的一系列小风险 而这一切 都是从打招呼开始的 谁都能做到这一点 无论你在人生的哪个阶段 无论你身在何处 即使你认为自己是最倒霉的人 也可以通过承担小风险 把自己带出舒适区 开始打造那一页捕捉好运的番 第二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改善与他人的关系 要明白 每个在旅途中帮助过你的人 在你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都起了非常重要作用 若你没有心怀感激之情 这不仅仅是你没与 他们互动交流的问题 而是让你错过了一次机会 当有人为你做某件事时 他们把本可以花在自己或别人身上的时间 花在了你身上 你要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感谢 目前我管理着斯坦福的三个奖学金项目 这三个项目的竞争都很激烈 当我寄信给那些没有入围的学生时 我知道有人会很失望 有些失望的人给我写信 抱怨 有的人写信问我 自己该如何做 才能让自己下次更成功 时不时的 也有人写信来 感谢我给他们的机会 有一件大概七年前发生的事 一个叫布莱恩的年轻人给 我寄来一封感人的信 他说 我已经被该项目拒绝了两次 但我很想感谢您给的机会 在申请奖学金的过程中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信中的感恩话语 极大的触动了我 因此 我邀请他来见我 我们一起聊了一会儿 共同想出了一个 自主学习项目的主意 他当时是斯坦福的足球队成员 他决定做一个这方面 关于领导力的项目 那半个学期里 我们很好地了解了彼此 他拿到了自己着手准备的 自主学习项目 最终 把他变成了一个叫做 为明天而战的公司 在那里 他将那些家庭状况不佳的孩子们 如何从根本上精心规划 他们梦想的生活 这个故事的重点是 我俩都抓住了幸运之风 一切都源于他的感谢信 这是我们俩起初根本预料不到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为自己的生活制定了一些策略 来帮助我真正地培养感激之心 我最喜欢在每天晚上 看着日历 回想所有我今天见过的人 并给每个人发一封感谢信 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但在每一天的结束时 我都感到特别感恩和感激 我向各位担保 这个过程增加了我的好运 因此 首先你需要冒一下险 走出你的舒适区 其次 你需要心怀感激 第三 你需要改变与想法的关系 大多数的人会面对新想法 并对其进行评判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或这个想法很糟糕 但这个过程实际上很微妙 主意并没有好坏之分 事实上 糟糕的想法产生的结果 往往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东西 在课堂上 我最喜欢的关于创新的练习之一 是帮助学生培养一种 以可能性的视角 来看待糟糕想法的态度 所以 我给了他们一个挑战 为一家全新的餐厅想点子 他们必须为新餐馆想出金点子和最坏的点子 金点子 如欣赏美丽日落的山顶餐厅 或能观赏亮丽景色的船上餐厅 糟糕的点子 如建在垃圾堆里的餐馆 或一家服务差 环境脏的餐馆 或是一家供应蟑螂寿司的餐馆 他们把所有的点子交给我 大声读出那些金点子 然后把它们撕毁扔掉 接下来 我把糟糕的点子重新分配给他们 现在每个队都有一个另一队认为很糟糕的点子 他们的挑战 就是让这些点子化腐朽为神奇 接下来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在大约十秒内 有人说 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 他们约有三分钟的准备时间 然后向全班兜售他们的点子 那个垃圾堆里的餐馆会变成什么呢 他们从米其林星级餐厅收集那些将被白白扔掉的多余食物 他们还有另一家价格更低的餐馆 供应的都是生饭 棒不棒 那服务不好 环境肮脏的餐厅呢 它变成了一家餐厅训练厂 供未来 餐厅老板找出如何避免所有的隐患 卖蟑螂寿司的餐厅呢 它变成了一个寿司酒吧 里面融入了各种真正有趣而富有一国情调的元素 如果你环顾四周的公司 你周围那些真正创新的企业 那些我们坦然接受的 改变我们生活的公司和企业 哦 你知道吗 他们都是从疯狂的想法开始的 在向其他人推销时 他们就开始实施想法了 多数人说这太离谱了 根本行不通的 是的 有时人们出生在糟糕的环境中 有时 运气像一道闪电 用奇妙或可怕的东西击中我们 但幸运之风总是在那里 如果你愿意承担一些风险 如果你愿意真正走出去 并心怀感激之情 愿意真正去正视各种想法 即使这些想法很疯狂 通过可能性的视角 你仍然可以打造一面更大的帆 去捕捉幸运之风 请停止糟蹋自己 热烈欢迎 你好 旧金山 TedX 哦我的天啊 灯光好亮 嗨 大家好吗 观众欢呼 挺好 哦我天啊 好 那么我的名字是 梅尔罗宾斯 Mel Robbins 过去的17年中 除了帮助他人 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我没做什么其他事 当然是合理范围内 我丈夫在场呢 所以 我在法上 在会议室里 在卧室里 在人们的客厅里 在任何你能想到的地方 凡是我在的地方 我会以任何必要的手段 帮助你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过去的三年 我主持一个全国性的电台节目 每周五天 我的节目 在40个城市现场直播 和全美各地 感到束手无策的人们谈话 你知道 现在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 对他们的生活感到不满吗 那就是一亿人 这太夸张了 我正在做的一档疯狂的新节目 直面这个问题 这个节目叫亲家 N-Laws 我搬去美国各地的家庭 和他们同住 你猜对了 这些家庭 正和他们的亲家闹别扭 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 我对每个人都是嘴上不饶人 我们惹了许多麻烦 我让他们别为了甜甜圈 或为谁来主办感恩节晚餐 争论不休 应该谈谈实质的东西 这些也是我想要跟你们谈的 我为了你们站在这 我要用不到18分钟的时间 请我所知告诉你们 如何获得你想要的 所以 现在请各位花一毫秒 想一下你想要什么 你们 我要你们自 撕一点 别管西蒙和我们想什么 这是关于我自己 就现在 抱歉 西蒙 你想要什么 这问题要这样看 不用说的冠冕堂皇 光是强身健体 哪有什么动力 把你男性乳房给瘦没了 才能把到个妹子 那才是动力 所以 我想知道 你想要什么 你想减肥吗 你想要你收入翻三倍吗 你想要建立一个非盈利组织吗 你想要找到真爱吗 想要什么 留住它 在这里 你知道想要什么 别往死里分析 就选一个 这是问题的一部分 你没法选择 所以 我们要谈谈你 如何得到你想要的 坦率地说 得到你想要的很简单 但注意 我没说 这很容易 它很简单 事实上 如果你想一想 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神奇的时刻 你脑袋里想的事 不管是什么 你想要使用健康饮食治好糖尿病 你想要知道 如何照顾老年人 并成立一个临终关怀中心 你想要去非洲 建立一所学校 你知道吗 你可以走进一家书店 现在 去买至少十本有资深专家写的书 他们会告诉你 怎么做 你可以谷歌搜索一下 你大概可以找到至少 我不知道 一千个博客记录着 别人已经在做的一步一步的改变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任何人 然后在网上跟踪他们 你可以跟着他们的步骤 就像打草稿一样 跟随其他人已经做到的 因为已经有人在做了 所以为什么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 当你拥有必须的所有信息 你拥有必须的联系人 大概也有免费的在线工具 让你开始工作 或加入一个组织 或者做任何你想做的 这都得归结为一个词 F信号版权符号 警号 闭嘴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F炸弹 他无处不在 你总是听到他 我真心不明白这次魅力是什么 我是说 你说这词的时候听起来并不聪明 他也不再表达你真实的感受 他似乎有点低级 当然你知道我在说这个词 挺好 你好吗 哦 我挺好 哦 真的吗 你是吗 拖着那多余的四十磅 你挺好 与你的配偶感觉像室友 你挺好 你四个月没做爱了 你挺好 真的吗 我不这么觉得 不过 说你挺好的这事呢 其实蛮天才的 因为如果你挺好 你不用再做什么 但当你思考一下挺好这个词 它就是让我很生气 我们再一个讨论关于活着的会议 然后你要描述活着的感受为挺好 一个多么单调微弱的词啊 如果你感到糟糕 就说你很糟糕 如果你感觉好极了 就说你好急 说实话 而且这不只是针对这种社交观念 哦 我不想因为厌恶 自己的生活现状让你有负担 或者 嘿 我的确很厉害 但这会让你感觉很糟 更大的问题是 挺好是你对自己说 那个你想要的东西 我保证你 你已经说服了自己 没有得到想要的也挺好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鞭策自己 在你已经放弃了的生活领域 当你说过 哦 我挺好 我妈妈永远不会改 所以我不能进行那场对话 我挺好 我们得等到孩子们毕业再离婚 所以我们就分房睡 我挺好 我丢了我的工作 几乎付不起账单 但不管了 找分工作太难了 这个词那么烦我的的原因之一是 科学家们已经算出 哦 爷 我下来了 科学家们已经算出你出生的几率 没错 他们处理了数据 我看到上面的你了 他们处理了关于你的数据没错 站起来的那几位 你们最好先坐下来 他们处理了关于你出生的数据 他们考虑了所有的战争 和自然灾害 以及恐龙和其他一切 你知不知道这个几率 你的几率 对 就这儿 收起你的电脑 给我站起来 倒阁 所以倒阁的几率 转过来和大家说 嗨 倒阁出生的几率 在他出生的时刻 你的父母把你生下来 让你拥有自己DNA结构的几率 是400兆之一 不是很令人惊讶吗 倒阁 我真幸运 梅尔 是的 你不是挺好 你棒极了 你为了某个原因 而产生改变人生的想法 那可不是为了折磨你自己 谢谢 谢谢你 倒阁 克里斯蒂娜说的对 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在舞台上 因为你们所有人 与我们都是同类 我们都是同类 400兆之一 每天你都有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的想法 可能改变世界 可能改变你的感觉 你用这些想法做什么呢 什么也没做 但愿我不会露出屁股 你没为那付钱 我希望你思考一下 因为我们都有 我喜欢使用内笔内在打盹按钮 你有这些很棒的主意冒出来 你已经看人 看了一整天 我保证 就像乒乓球 帮 帮 帮你有这些想法 每当你有一个想法 你做什么 打个盹 你今天早上 做的第一个决定是什么 我打赌是回到床上 对 今天第一个决定 我是400兆之一 我要接着睡觉了 我懂 你的床很舒服 它很舒适 它很温暖 如果你幸运的话 你有个你爱你的人在身边 或者是我的话 我有我的丈夫 和我的两个孩子 可能还有我们的狗 为什么我提起 你今天做的第一决定 和内在的打针闹钟 是因为 在你想要改变的生命中的 任何领域 任何 你需要知道一个事实 这一个 你永远不会感觉想去做 永远 没人会来 毫无动力 泥水远不会感觉想去做 科学家们称它为激活能 他们指的是 令你从自动驾驶模式 所做的改变到 做新事情的力量 所以明天试试这个测试 你觉得你多么时髦 我知道 你在参加TED 试试看 明天早上 把你的闹钟设置 早30分钟 然后当他想的时候 把被子掀开丢掉 站起来开始你的一天 没有打盹 没有延迟 没有我就等五秒钟 因为梅尔 梅尔没站在这 立刻做吧 为什么我希望你这么做的原因 是你会遇到身体上 没错 生理上的改变你的行为 所需要的力量 你认为需要减肥的人 曾经想过要结实吗 当然不是 你认为他们感觉说 想吃主机和豌豆 而不是一个牛角面包吗 我不这么认为 激活能 驱动力 要求移动一下你的屁股 离开你的电脑 走出大门口 去散步 你说过的 你要去散的步 这和把你自己 逼出温暖的床 走到外面冰冷的空间 所需要的力量 是同样多的 作为成人有趣的是 当你满18岁 没人告诉你 是时候养活自己了 我说养活自己 是说 让你做那些 你不想做的破事 你可以成为 你想成为的任何人 你那么急迫地 等待那个 感觉想要去做的时刻 而你永远不会等到 我的儿子从来不觉得 他玩够了他的DS 这是我的工作 别玩那该死的DS了 肯德尔 收起你那些芭比娃娃 如果你要在我的浴室 开裸体派对 至少打扫干净 上帝呀 闭着嘴咀嚼 我们这儿不是一个股仓 拜托 好了 晚餐马上好了 从储藏室里出来 作为父母 你也曾是一个孩子 你的父母让你做 你感觉不想做的事情 因为你不会去做 永远不会 现在不会 以后不会 永远不会 甚至当你擅长一件事 你会发现一些 别的让你不想做的 然后你会停止进步 说我讨厌这份工作等 很无聊 但你会寻找一个新工作吗 不 你只会骂骂那个工作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非常 非常简单 但它并不容易 你必须强迫自己 我是说要强迫 我使用强迫这个词的原因 当洛兹在这里谈论情感 追踪他有个大脑两边的图片 我用同样的方式观察大脑 只是我描述你的大脑的一侧 为自动驾驶另一侧呢 为紧急刹车 你只有这两个速度 自动驾驶和紧急刹车 猜猜你的大脑 更喜欢哪一个 自动驾驶 你一定有这样的经历 你开车去工作 然后你到了那里 你突然觉得欧天啊 我不记得我为什么开车来这里 你没喝醉 是你的大脑在自动驾驶 它只在这种程度运作 你的头脑的问题是 任何时候你做任何抑郁常规的事 猜猜你的大脑 做什么紧急刹车 并且它对一切都有这种反应 一切 你走进厨房 看到每个人把早餐盘子留给你洗 你想了一百遍 我要杀了他们 实际上 我把盘子留在这 我要让他们自己去清理 但这不是你的日常操作 是吗 所以你的头脑立刻紧急刹车 你又回到了自动驾驶模式 我就只放洗碗机 但是我会生气 然后不做爱了 我要这样做 所以当我说逼迫 任何破坏你的常规的事 都需要有力量来逼迫 当你想想自己得的生活 还挺有趣的 我们首先是孩子 然后变为成年人 我们花那么多时间 试图将我们的生活过程 某种稳定的常规 然后我们觉得这很无聊 每天你在同一时间醒来 吃一份很大程度上相同的早餐 你以同样的方式 开车去上班 出现在公司 看起来很忙 逃避打电话 更新下 Facebook 出席例会 并全程乱图乱画 回去再更新 Facebook 为晚上做什么列个计划 看起来更忙了 然后同样的方式 开车回家 你吃份很大程度上相同的晚餐 或众多重复菜单中的一种 你看同样的媒体 然后你去睡觉 再做同样的事 男生你无聊到想发疯 常规在慢慢杀了你 我有个为什么人在生活中 感到束手无策的理论 你们中的大多数 可能已经上过心理学入门课 已经见识过 亚伯拉罕马斯洛 Abraham Moslow的需求层次 你的身体其实是挺酷的 因为你有这些基本需求 你的身体能向你发出信号 如果你感到很饿或者想要食物 你什么感觉 如果你需要水 你什么感觉 如果你需要性 你什么感觉 我觉得当你在生活中 感觉被困住或者不满意 这是一个信号 这信号并不是说你的生活破碎了 它是在说 某个你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你对探索的需要 关于你的生活和身体的一切都会成长 你的细胞再生 你的头发 你的指甲 所有的东西在你的一生中都会成长 你的灵魂需要探索和成长 使他探索和成长的唯一方法 是强迫自己变得不舒服 强迫自己到外面去 到你脑袋外面去 谢谢 如果你在你的脑袋里 你在敌人后方 那不是上帝在说话 好吗 不是 事实上 如果我给他的喇叭 我们广播一下 你对自己说的话 我们会把你抓进精神病院去 你不会跟以你对自己说话的方式 和你说话的人一起玩 所以到你的脑袋外面去 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在害你 我不在乎你的感觉 我在乎的是你想要什么 如果你听从你的感受 那么你想要的 你不会得到它 因为你根本不会感觉 想要去改变 并且你需要到你的舒适区以外 这不是关于冒险 这是关于到你的舒适区以外 你逼自己起床的头三秒 真是难熬 但一旦你起来了 就很棒 当你坐在这儿 像这样一个体育场 听到有人说起来 跳舞啊的头三秒 你想 哦 我应该去跳 然后你想 算了 你有冲动去跳 但最终没跳 你没用所需的激活 能去逼迫自己 你的紧急刹车被拉了 我就坐在这里 我不要跟那些疯狂的人上去 我不喜欢跳舞 对于我而言 我上来了 然后我碰到雷契尔 然后我们聊上了 然后他再发推特了 然后我们是朋友了 然后碰 到外面去 那是魔力存在的地方 那是400兆之一存在的地方 所以一切我做哦 好 这就是最后一部分 很抱歉 还有个你能用的 我叫它五秒钟规则 你的头脑33毫秒 就可以处理一个面部表情 它运作得特别快 另一件它做得很快的事 是如果你有一个刺激你的小冲动 如果你在五秒内没有采取行动 你就拉了紧急刹车动 并扼杀了这个想法 杀了它 如果在乐队演出的时候 你有冲动要上来跳舞 如果你在五秒内不站起来 你就再拉紧急刹车了 如果你有种冲动 你今天因为某人的演讲受到启发 你没在五秒之内做些什么 一写个笔记 给自己发个短信 任何根据这个想法的身体上的行动 你将拉动紧急刹车 并扼杀了这个想法 你的问题不在想法 你的问题是你没有采取行动 你扼杀了他们 这不是我的错 这不是任何人的错 这是你在对你自己做的 别这样 我相信你 四百兆分之一 你会有事要做 而它不会发生在你的脑袋里 所以我想让你们今天练习一下 当我们去派对的时候 感谢上帝 派对快开始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喝杯鸡尾酒 我要你练习五秒钟规则 你看到某人 你觉得你有一种冲动 他们看起来有趣 走过去 你因为某人受到鼓舞 然后你有些请求 提出来 那是你在这里的原因 试验一下 我相信你会被发生的是震惊的 还有件事 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所做的一切 无论是电台节目 电视节目 还是我写的这本书或者专栏 都是为了你们 如果有什么是我能做的 如果我可以做什么来逼你做 你不想做的事情 使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我会去做 但你需要走过来 你需要开口 你需要提出这个请求 明白了 很好 去做吧 谢谢 谢谢你 是的 站起来 你有着冲动 站起来 谢谢 贫穷的本质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 为什么穷人总是做出不好的决策 我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问题 但是让我们看看数据 穷人借钱越多 积蓄越少 抽烟越多 锻炼越少 喝酒越多 饮食越不健康 为什么呢 标准的解释 是由英国首相 Margaret Thatcher总结的 她将贫穷称为一种人格缺陷 简而言之 就是缺少一种品格 我知道你们大部分人 不会这么直接 但是 不止Thatcher夫人 一个人持有这种观点 穷人之所以贫穷 是因为他们自己有问题 一些人会认为 穷人应该为他们自己的错误买单 另一些人会反驳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做正确的决定 但是潜在的假设是相同的 穷人一定有问题 如果我们能改变他们 如果我们能教他们去正确的生活 如果他们能听从我们的劝告 坦诚地说 长期以来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 就在几年前 我才发现 我对于贫困的一切看法 都是错误的 一切都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发现了一篇 有几位美国心理学家发表的文章 他们前往印度 舍八千英里 去进行一项有趣的研究 这是一个针对甘蔗种植者的实验 你们应该知道 农民们百分之六十的年收入 都来自于丰收之后 这意味着他们每年有一段时间相对贫穷 另一段时间相对富裕 研究人员分别在丰收前和丰收后 对农民们进行智商测试 他们随后的发现令我震惊 测试表明 农民们在丰收前的智商较低 在贫困中生活的结果 就是智商降低十四点 现在再讲一个 能让你们彻底失眠的观点 甚至连酗酒也不管用 几个月后 我听说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 该研究的作者之一 Odar Schfer 将要来到我所在的荷兰 于是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见面 谈到了他那革命性的贫困心理论 我将这个理论总结为几个字 匮乏心态 当人们察觉到缺乏某种东西时 他们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 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缺时间缺钱或缺食物 你们都知道这种感觉 当你有太多事情要做时 或者当你没吃午餐时 你的血糖骤降 这会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不足上 你现在必须得吃的三明治 缺乏食物将在五分钟内开始的会议 缺少时间或是必须于明天前支付的账单缺钱 所以长远的眼光被抛到脑后了 就像一台新电脑 一次性运行十个庞杂的程序 它会变得越来越慢 出现错误 最终死机了 不是因为它是一台坏电脑 而是因为它一次性要处理太多程序 穷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它们做出不好的决定 不是因为它们是蠢人 而是因为它们生活在一个 任何人都会做出愚蠢的决定的环境中 瞬间我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多反贫穷计划都不管用 例如 对教育的投资往往是完全无效的 贫穷不是因为知识匮乏 最近 一项针对201起货币管理培训的效果研究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 几乎没有半点成效 请不要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不是说穷人不学无术 他们当然可以变得更加聪明 但这还不够 或者说 就像Chef教授所说 就像是刚开始教一个人游泳 却立马把他们扔进波涛汹涌的大海 我仍然记得 我坐在那 困惑不解 教授的话 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我们本应在几十年前就想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心理学家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大脑扫描 他们只需要测量一下农民们的智商 而智商测试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发明出来了 事实上 我意识到我以前读过关于贫穷心理学的书籍 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George Orwell在1920年代 曾亲身经历过贫穷 他在书中写道 贫穷的本质是摧毁未来 他感到 人们理所应当地认为 当你的收入在贫困线以下时 他们有权教导你 并为你祈祷 如今 这些话仍然能引起共鸣 当然 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能做些什么 现代经济学家已经想出一些解决办法 我们可以帮助穷人做一些文书工作 或者给他们发消息 提醒他们支付账单 这种类型的解决办法 颇受当代政客欢迎 主要是因为这几乎没有成本 我认为 这种解决办法 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标签 我们往往只关注表象 却忽略深层原因 试问 我们为什么不去改变穷人的生活环境 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电脑类比 与其一直纠结于一点点改进软件 为什么我们不简单地 直接增加一些额外的内存呢 这时 沙弗里教授露出一副茫然的表情 几秒钟后 他说 哦 我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你想给穷人发钱 以根除贫困 哦 当然 这是个好想法 但是 恐怕你在阿姆斯特丹提出的 这种左翼政策的想法 在美国并不存在 但这真的是一个过时的左派想法吗 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个以前的计划 有一些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提出 五百多年前 哲学家穆斯莫在他的著作乌托邦 最先提及了这个计划 他的支持者遍布左翼和右翼 包括人权运动者 Martin Luther King 及经济学家 Milton Freeman 这个计划简单地不可置信 保障基本收入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就是每月的补助金 保障基本开支 食物 住宿 教育 这是无条件给予的 没有人会告诉你 如何去得到它 没有人会告诉你 如何去使用它 这个基本收入 不是一种恩惠 而是一种权利 这绝对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正如我对贫穷本质的理解一样 我止不住在想 这是我们一直都在 期待的想法吗 它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随后的三年中 我阅读了一切 我能找到的 关于基本收入的书籍 我研究了几十个 遍布全球进行的实验 没多久 我偶然发现一个小镇的故事 某个城市实施了这个措施 而且真正消除了贫穷 然而 几乎没有人记得 这个故事开始于加拿大 Dolphin 1974年 这个镇子上的每个人都得到了基本收入保障金 没有人调到贫困县以下 在实验的开始 一对研究学者空降在镇子上 在随后的四年 一切都很顺利 然而 新政府掌权 加拿大新内阁认为 这项昂贵的实验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 很明显 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撑结果分析工作 学者们将这些文件打包装进2000个箱子里 并带走 25年过去了 一位加拿大教授 Evelyn Forget 发现了这些记录 三年间 她用尽各种方法 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不管何种方法 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彻彻底底成功的实验 If we forget 发现在Dolphin 人们不仅变得更加富有 还变得更加聪明且健康 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 有了大幅度进步 就一率下降了8.5% 同样的精神健康的抱怨也减少了 人们也不会随意辞去工作 而且人们都去工作 只有新近母亲的工作会少一些 学生在学校的时间更长了 从美国到印度 全球范围内 不计其数的其他实验 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所以 我得到了如下结论 当贫困出现时 我们这些富有的人 应该停止我们 假装最了解穷人 我们应该停止给穷人们 我们没见过的人们 送去鞋子和泰迪熊 我们应该根除 大张旗鼓式的 砖断官僚主义 我们可以把工资 给那些应该受到帮助的穷人们 因为 我认为 金钱最棒之处在于 人们可以使用 他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而不是自封的专家认为 他们需要买些什么东西 想象一下 有多少杰出的科学家 企业家和作家 例如 George Orwell 因为缺乏金钱 而逐渐凋零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一次性 让所以人彻底摆脱贫困 有多少能量和天赋 能够被释放 我相信 保障基本收入 会像风险投资那样 在人们身上发挥作用 我们承担不起 不做这件事 所带来的风险 因为贫穷的代价 太昂贵了 比如 让我们看看 在美国用于儿童贫困的支出 每年估计有5000亿美元 用于解决越来越高的 卫生保健开支 越来越高的辍学率 及越来越多的犯罪 现在看来 这是对于人类潜能的一种 不可置信的浪费 让我们讨论一下 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是否能够承担 基本收入保障 其实这比你们想象的 要便宜得多 在Dauphin 政府给予人民付所得税 最低收入补贴 这意味着 只要你掉到贫困线以下 你的收入就会提高 在这种情形下 据我们的经济学家 最乐观的估计 竟支出1750亿美金 美国军费支出的四分之一 全国GDF的百分之 你就可以将美国所有的贫困人口 拉至贫困线以上 这样真的可以根除贫穷 现在来看 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抛弃狭隘思维和不作为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我相信现在到了创造新思想的时刻 保障基本收入不仅仅是另一个政策 它也是对什么是最有效的反思 在这种认知下 不仅可以解放穷人 还可以解放我们 现如今 数百万的人认为 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 或并不重要 最近的一个针对142个国家 共23000员工的问卷调查发现 只有13%的员工 真正热爱他们的工作 另一项调查发现 英国37%的员工 认为他们的工作 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 就像Brad Pitt 在搏击俱乐部中所说 我们总是在做着那些 我们憎恨的工作 买着那些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现在 请不要误解我在这里 我不是说老师 清洁工 及看护工作者 如果他们停止工作 那麻烦可就大了 我是说 那些所有的 有着出色的履历 拿着高薪水的专家们 他们在社交网络中 通过战略性的会议 并努力想出 创造性毁灭的附加价值 来赚钱 或者类似的情况 让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浪费了多少天分 仅仅因为 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工作 或者 看看几年前在Facebook工作的一个数学天才抱怨的 我这代最优秀的思想是考虑如何让人们点击更多的广告 我是一个历史学家 如果历史有教给我们什么教训的话 那就是 事情可以不一样 我们建立起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思想可以并且正在改变世界 我认为 特别是在过去几年 我们不能安于现状 这变得越来越明确了 我们需要新的想法 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对未来加剧的不平等 仇外 以及气候变化感到悲观 但是光知道我们反对什么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Martin Luther King没有说 我有一个噩梦 他有一个梦想 所以这是我的梦想 我相信在未来 你工作的价值 不由你赚的钱决定 而是由你传播的快乐和你创造的意义决定 我相信在未来 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为一个无意义的工作做好准备 而在于为有意义的一生做好准备 我相信在未来 脱离贫困不是一项特权 而是我们应得的一项权利 所以有我们 有我们 我们进行研究 我们得到证据 我们创造意义 现在 在Thomas Moore第一次描述基础收入500年之后 以及在George Will 发现贫穷的实质100年之后 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因为贫穷不是缺少一种人格 贫穷就是缺少金钱 贫穷就是缺少金钱 感谢观看